接著要跟各位談的就是 電力公司我們跟你收錢 電力公司是用我們家裡所消耗的能量 消耗的電能有多少來跟我們收錢 它有一個單位叫做度 一度電 兩度電 它叫度 跟那個水也是有度的 水的度大概跟電的度不一樣 這度是什麼意思 這個度就是一千瓦小時 就是一千瓦的東西連續用一個小時 功率乘以時間叫做能量 所以這個單位是一個能量的單位 能量的單位 然後呢 如果你消耗了這麼多的能量 叫做你用了一度電 一度電 所以千瓦小時算一算 就這個3.6乘以10的六四方焦耳 所以就是一度電的多少 好 總的叫做度 就是一千瓦用一個鐘頭 叫做一度電 一度度電 那我們就有這個機器 叫瓦時計 通常是在公寓的門口 有這玩意兒 然後就有人會去抄電表 上個月一千 這個月兩千 表示你家用一千度電 但不會弄那麼多的太誇張 就是這樣東西 所以 就是知道你家用幾度電 然後可以算錢 那你就要算一下收錢 所以就用個瓦時計 就是大家所謂的電表 瓦時計電表 好 幾瓦用多久 那個轉轉轉轉 OK 好 一度電 好 你只要 所以你家裡的電器 你拿到手上 它不是寫個110瓦60瓦嗎 你就知道它 插上去正常是60瓦嘛 你就可以算出來 它用多少度電 一小就用幾度電 就算出來 就是你要會的事情 你看你就知道它用了幾度電 然後你就可以大致上示範一下 好 東西還有多少 比如說 110瓦200瓦 表示功率是0.2千瓦 那一小時幾度電 0.2千瓦 一小時就是多少 0.2度電 0.2度電 所以一看就知道 那如果是100瓦 100瓦60瓦 五個鐘頭咧 60瓦是幾千瓦 0.06千瓦 表示功率有幾度電 0.06度電 所以我剛才講過的 你要一看到 就是它用了幾度電 對不對 你看到0.06度電 那五個鐘頭咧 乘以5 0.3度電 那兩度電可以讓800瓦用多久 800瓦是0.8千瓦 一個小時就是0.8度電 那兩度電用多久 2除以0.8 2.5個小時 可以用2.5個小時 OK 2.5個小時 就是了解它渡的狀況 這就是電表 我也不曉得這樣改過 因為它常常會換 就是現在電表 那你會發現說 這叫做非 就是家裡有非業用電 非業用電 所以有分夏月跟非夏月 夏天大家用電高 所以電費比較貴 非夏月呢 大家用電比較少 所以電費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OK 然後呢 一夜用不一樣 這樣就好 所以不用管它 而且這個也會換嘛 你台電公司它可能 不同時間可能改一下 那800瓦的電鍋 每天用2個小時 總共用了30天 它用幾度電 800瓦的電鍋 每天用2個鐘頭 用了30天 那請問它用了幾度電 16 你們要站起來對我微笑 48 有人抱48 你有沒有聽他的 蛤 蛤 18 48 48 48度電 800瓦除1000 0.8千瓦 乘以2 一個小時 1天0.6 乘以30天 48度電 然後以後還有人問題是 花多少錢 告訴你一度電三塊錢 就要花多少錢 一樣的意思 OK 好 你學過哪些能量單位 你有記憶嗎 很好 還有 卡路里 還有 先卡 剛剛才學過的啊 網啊 不是網 度 度 度 千瓦 好 國耳的熱血 後來的理化教的是教耳 現在教的這個 度 千瓦小時 這學人是什麼單位 能量的單位 我們的那個 電的那個度是什麼單位 能量單位 能量單位 一千瓦小時 能量單位 這是我們學過的單位 OK 好 有一些老人家 你在節儉 都買了冷氣的不捨得開 他說買下去了 就電費好貴 為什麼好貴 來看看 書房的大概700瓦 700瓦 你如果實價的客廳就更高 可能上千瓦 我們算便宜一點 700瓦就好 每天八個鐘頭 客廳只用八個鐘頭 30天 每度就三塊錢 你要花多少錢 客廳的一千兩百 一千兩百瓦 1.2千瓦 2小時1.2度電 每天開八個鐘頭 有人還要開更久 有人還要開 開到第二天好像起來 最後早上睡 最後要睡起來 對啊 浪費電 然後 乘30 八百六十四塊 也就是你光為了開冷氣 不做別的事喔 光為了開冷氣 你就要付出幾乎要一千萬錢的電費 再來是 算是小工 再來是只有一台 有人家裡不只一台 我只算你開八個鐘頭 有人開十幾個鐘頭 但是店面就會爆增 所以為什麼老人家 一些老人家 節儉的都說 買了冷氣不要 這都是高功率的 高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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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耗電 還有很多是高功率的 可是你不覺得 比如說 電磁爐 電磁爐 你不可能每天都吃火鍋吧 你火鍋也可以吃八個鐘頭吧 所以 就是偶爾用一用 用兩個鐘頭 你也不覺得它很耗電啊 你不覺得它很耗電啊 反正就用一個 吸塵器 吸塵器 你吸塵器多久 十兩鐘頭嗎 不會吧 所以 它其實那些高功率的都很耗電 只是因為其他東西 通常不會用這麼久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說 它會像 電都會爆增 冷氣就會用比較久 比較久 好嘞 小東西 燒起來 燈管 六十瓦 一個教室 二十六個燈管 七十個教室 每天亮十個鐘頭 一個月二十天 因為我有放假嘛 二十天 你就猜猜幾 多少電費 六十瓦 零點零六千瓦 每天用十個小時 用二十天 一支 一個月要用十二度電 然後呢 一支教室有二十六支 然後呢 你有七支教室 所以你用掉了兩萬多度電 然後你交花六萬多塊錢 這就是為什麼學校一直跟你該說 我們學校的電費沒有水 因為政府給我們的水跟電費是有限的 可是我們一開了燈 一開了燈 只開燈喔 沒有去算什麼 這什麼正飯箱都沒有喔 就只要算燈就好了 都沒有算 要燈 就跟你 就被 就非常可觀的電費就出去了 所以跟你該說 我們的錢不夠 這叫做雞少乘多 這叫雞少乘多 雖然一個都不多 可是雞少可以乘多 下一個人 要到了 元宵節 燈節啊 好多小燈泡 每個小燈泡都一直這一瓦 或者一直不到一瓦 可是你有十幾萬個 有十幾萬個 所以你看他們為什麼要放發電器啊 他們要放發電器 幫他發電啊 給他電啊 因為一個不多 可是很多就很多 所以雞少會乘多 雞少會乘多 那還是一樣 所以也許這個玩意兒不太耗電 可是你用了久 用了多 它一樣會耗電 雞少是會乘多的 就是要告訴你 了解一下什麼叫一度電的意思 然後呢 我告訴你 我是110伏特 60瓦 你要看到就知道 它一個小時用了幾度電 然後我用多久 我多少度電 一度電三塊錢 我要花多少錢 就是你所需要會做的計算 讓你了解一下 就是跟各位講 有關於電力公司 跟我們收錢的方式 所以 告訴你要雞少乘多 那各位都曉得 什麼能源危機啊 什麼節約 什麼生活常識嘛 所以要你節約用電啊 隨手關燈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避免你那個電呢 用了求喬鬼 記得 雞少也是可以乘多的 就是我們要跟各位講的內容 OK